最近新人玩家變多了 因此我們這邊推薦一隻好上手又強大的鐘丹 我吹 我吹 呃这个就找死了 不能直接这样入眼啊 重点是我们的打野还断先 美队现在很强吗 普通 可以用 高速清兵 这霹雳火感觉好像 很像会玩 因为他会先二技再一技 这我就不吃你的冰 诶 但你不能出事啊 尴尬 尴尬 那个一定要躲 尴尬 意外的偷捡了两颗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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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墊居然沒有重置 我一直都覺得暴風女的素材會長得很無聊 因為他看起來就沒什麼操作 這東西到底有沒有必要找素材 其實暴風女一直都是還蠻強的角色 五級變種人 四級變種人 歐米切等級的變種人 怎麼樣都不會爛吧 而且操作又非常簡單 哎呀沒有重置到啊 因為我拿去墊霹靂火啦 很多人玩暴風女會很追求傷害喔 去做大棒棒啊那些有的沒有的 但其實有另外一種出法蠻穩定的 雖然爆發可能沒有就是那種純爆發的要來得高 但其實他換來的是更穩定的持續輸出跟控場 因為你的冷卻會很快血量又多 你這樣會變得很不容易被針對 然後傷害一樣也是有的 生存能力會更好 招式冷卻也會更快 不是這樣打起來會有點像在打電腦 哇這不是我要的啊 這樣好像也不太好耶 好現在我們就是有用不完的魔 然後進了冷卻又很快 你不要小看這龍捲風喔 看起來很好躲 但事實上他可以限制掉對手不少的走位 所以 他其實是很強大的控場 而且冷卻超快看我丟出去 6秒 6秒然後就可以控一直控一直控 而且他的範圍又很大 在幹嘛 放棄了 叮 叮 這樣的出裝特別適合用在 打很多 前排的時候 當然打後排也可以 因為本身你的輸出就很痛了 這樣就是有用不完的魔力啊 然後 基礎血量也高 冷卻快 你大招就算進冷卻了 你也是很快就可以再丟下一發 這時候我們再去做大棒棒 那大棒棒做完之後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那有需要做 魔方嗎 可以一直來 魔方都是很適合出的 但我個人 會比較 想要去做 冬關 你就是一直看到東西就電 你不要想太多 哇丟來了 跑錢 就不用想太多 你看到東西就電 看到東西就電 然後2技盡量 就是能 要做一點預測啦 去壓縮對手的走位 你不一定要控到人 但是你一定要壓縮到對手的走位 玩起來就 蠻舒服的角色啦 然後玩到後面就是這樣子 我不知道你們沒有玩過有一種局 就是 一個團 被一個暴風女逆轉的 就是因為被他這樣子連續的 斬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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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可怕 所以其實暴風女的地位 一直都不低啊 特別是 當你配對到人機局的時候 暴風女就特別的好用 特別擅長打人機局啊 因為 因為雪球滾很快嘛 一下就可以把珠寶推掉了 不過那是題外話了 這就是你真的不知道要玩什麼 其實暴風女一直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扣除掉那些主流的法師之外 其實暴風女一直發揮都算蠻穩定的 他的控制啊 輸出啊 輸出方式很簡單啊 奇異博士就是要一直丟門這樣子去poke 那暴風女的poke方式是利用小兵 只要有他可以電的東西 然後用傳導的方式去做連鎖輸出 所以他輸出方式是很簡單的 不太需要用到太多的技術 不用太多的預判 不過你二技丟得準一點還是對於團隊來說比較好啦 也不能說無腦 二技丟得準還是蠻重要的 剩下就是大招了 大招如果在範圍內 全部都靠系統去判定就沒差啦 但是如果在範圍外的話 你可能要用自己去瞄準會比較好一點 就只要掌握這幾個技巧就好 隨便電一電遊戲就結束了 在範圍內